你就是来相亲了 对 你好 你这样多少岁呀 我36岁了 看着这个样子确实不年轻了 36确实应该有了 那你怎么还没嫁出去呀36了都 哇 就是长得带好看了 然后想选择宅力高一点的嘛 然后人家看不上我 愿意给低的 我又看不上 所以到现在还没嫁出去咯 哎呦 长得好看了 嗯 真的很自信啊你啊 我本来就很好看了 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材也有身材 你自己看 我转个身给你看嘛 嗯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看 身材一般般吧 脸也一般般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我觉得好看就行嘛 你说对我没有用 你觉得好看就行 那你怎么还没嫁出去 你都觉得好看 我都说了 我觉得我好看的时候嘛 要求太高了 没嫁出去啊 好看的时候要求太高了 那现在不好看了吗 哪是 现在啊 嗯 现在也算好看吧 要求还是很高 要求还是很高 嗯 但是嫁不出去啊 爸妈又招心 那现在要求还是不降吗 降啦 怎么个降法现在 就什么都不要 嫁出去就行嘛 不想让爸妈在为我的事情招心了 来相亲就是为了应付他们嘛 也是真的想结婚了 哦 那现在什么都不要 嗯 哦 那你对自己的身材啊 很满意啊 长相很满意 你怎么不 不一直 维持那个 啊 很高的要求呢 怎么要 降到什么都不要呢 我也跟你说了 为了爸妈 哦 为了爸妈 嗯 他们现在也老了 你怎么还嫁出去啊 我太美了 还太美了 怪自己太美了 还是怪自己要求太高了 太美了 要求高 才叫不出去嘛 怪自己太美了 要求高 我要是不那么好看 要求一般般 我早就下出去了 就是那你以前的要求是多高啊 嗯 也不是很高吧 就是房子 房子要300多坪 啊 不用在县城 在农村骑都行 就是要别墅的那种啊 哦 在农村骑别墅的啊那种 啊 要300坪 300坪 车子呢 车子要200万以上的 200万以上的车子 啊 这样越贵越好嘛 也有面 坐得也舒服 是不是 韩国自己娘家也很有面子啊 你觉得农村人有几个人 有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 动不动就几百万几百万的呀 那就早有了呀 那你这 还有一个好像是 存款吧 也是要要很多啊 那你这要求也太高了 确实难怪你嫁不出去呀 我觉得以我这个姿势 要这些要求也不算高啊 哼 不算高 但是有这些要求的人 很少啊 少之又少啊 这样子也是为了我自己好啊 有保障嘛 我告诉你 10个村都不一定有这么一个难分啊 我现在啊什么都不敢要了 嫁出去就行了 哦 36岁 嗯 身材还可以吗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啊 还可以 那我觉得像你这样子 现在什么都不要应该还是挺好嫁的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吗 还挺好嫁的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要我才嫁得出去啊 那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反正我现在也关棍了 对不对 想娶个老婆早就想娶了 谁要求都高 哎 这社会 那我不高啊 我只是年龄大了点 你现在不高 可以了 以前你高嘛 对不对 以前 哎呀 你们要求也高 我们男人也不好娶 以前我好看啊 那现在哎呀不说了 走吧 我们去吃个饭吧 走 请你吃个饭 走吧 是吧 嗯 嗯 别说 好酷 这个 以前几百万要求几百万了 现在我终于牵上手了 以前要求几百万了 现在 终于牵上手了 就紧来吃饭去 嘿 在这边 你们 帮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